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钱玥 我是社会学博士 然后主要做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 我目前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助理教授 首先我想说的是 非常遗憾的是 我的这个讲座是在一个异性恋为主的框架下讲的 所以我觉得还有很长的平权之路需要走 希望以后同性恋的人士也可以和我们有一样的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的权利 说到结婚 大家可能最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结婚 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Churling就曾在他的一篇论文里讨论了这个问题 基于美国的历史研究来看 美国婚姻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呢 19世纪50年代以前 美国的婚姻是以制度化婚姻为主 也就是说人们只有结了婚之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 才可以生孩子 养孩子 婚外性行为或者未婚生育都是不被认可的 后来呢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 美国的婚姻逐渐从一种制度化的关系 变成了一种陪伴式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 人们强调的是 夫妻双方不仅要是彼此的恋人 也应该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人们对婚姻的这种期待 在以前制度化的关系下是不存在的 近几十年来呢 这种陪伴式的婚姻 在美国也渐渐地失去主导地位 随着女性她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她们和男性一样在外工作赚钱养家 这个时候呢 当人们他们评估 我到底对我的婚姻感满不满意的时候 她们更多关注的是 自己在婚姻里面有没有成长 她们的想法 感受 有没有在婚姻中得以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的婚姻 就从陪伴式婚姻 变成了个人化婚姻 个人化婚姻强调的是 人的自我成长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发展成一个 独立有成就感的自我 而不应该仅仅是为了 你的配偶或者家庭牺牲你自己 大家被长辈逼婚的时候 如果你访问长辈 为什么要结婚呢 她们不会给你梳理婚姻意义的变化 对吧 她们会说 因为大家都结婚了呀 那么 首先不说就是说别人结不结婚 不应该左右我们的选择 我今天呢就带着大家退一步来想一想 大家真的都结婚了吗 这里呢是 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一些亚洲国家 30到34岁女性中 从未结过婚的人的比例 蓝色的柱子呢是1970年的数据 红色的数字呢是2010年的数据 我把中国的数据先遮起来了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然后我稍后再揭晓谜底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红色的柱子远远地高于蓝色的柱子 这表示从1970年到2010年 30到34岁女性中的未婚比例 已经大大的增加了 举个例子来说吧 台湾在1970年的时候 30到34岁女性中 只有2%的人处于未婚状态 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 这一比例接近40% 类似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 1970年的时候 30到34岁女性中 大概就只有1%的人处于未婚状态 到了2010年的时候 这一比例也增加到接近3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韩国呀 日本呀 新加坡 他们那个红色的柱子都非常的高 这表明就是说 目前来说 在东亚国家 女性她 推迟结婚 甚至不结婚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 大家肯定心里很焦虑 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对吧 大跌眼镜吧 中国的比例呢 非常的低 我们可以看到 1970年的时候 30到34岁的女性里面 只有1%处于未婚状态 2010年呢 这一比例也只有5%左右 基本上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差不多的 大家心里担心了 糟糕了糟糕了 这是不是印证了长辈们说的 大家都结婚了 这里的数据呢 是全国的数据 也就是说包括农村和城市地区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今大部分的年轻人 都是生活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对吧 所以为了今天的演讲呢 我特意去到北京统计局的网站上面 找到北京的 北京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个类似的计算 我没有找到深圳的 是因为深圳统计局似乎没有提供这样的数据 蓝颜色的柱子表示的是 30到34岁北京男性他的未婚比例 然后红色的柱子表示的是 同年龄段女性的未婚比例 我们看到在2010年的时候 30到34岁的人里面 在北京17%的男性和12%的女性 处于未婚状态 远远地高于全国平均值 然后这里的数据呢 是一个各个年龄段的 各个学历的人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未婚比例会不会在 高学历的人里面更高呢 然后我就算了一个本科级以上的数据 我们看到 2010年的时候 在北京 30到34岁 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人里面 22%的男性处于未婚状态 18%的女性处于未婚状态 也就是说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即使过了30岁 也还挺多人没结婚的 我呢 其实从26、27岁 就已经开始被各种长辈称为圣女 这个呢 也激发了我自己研究 这个女性的学历和婚姻之间的关系 然后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两个我自己的研究 来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呢 不说中国 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情况 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 在全世界都是一个 都在发生了一个变化 有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 女性的教育程度反超男性的情况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 美国从1970年到2014年 女性在高等学历获得者中的百分比 红色的线呢 表示的是本科学历 黑色的线是硕士 蓝色的线是博士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1970年的时候 在本科和硕士学历的获得者中 大概只有40%是女性 60%是男性 博士学历的获得者中呢 只有10%是女性 到了2014年的时候 60%的硕士和本科学位 是授予给女性 同年呢 博士学历的获得者中 也有超过50%的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看到 在美国这个高等学历的获得者中 女性已经开始超越男性了 我们知道在中国 高学历女生的家长都很担心 他们自己的女儿学历太高 嫁不出去 那美国这样子 男女教育趋势的变化 难道会导致很多高学历的女性 结不了婚吗 有意思的是呢 美国很多的研究都发现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 她们反而结婚的可能性越大 而且呢就是我们传统认为的 丈夫应该比妻子学历高 这样的婚配模式 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研究 我比较了1980年和2010年左右的 左右结婚的美国夫妻 蓝色的线呢表示传统的 丈夫学历高于妻子的夫妻 绿色的线呢是丈夫的学历 等于妻子的学历 红色的线呢表示的是 我们认为比较少见的 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学历的夫妻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美国最普遍的 还是丈夫和妻子的学历 是差不多的 对吧 然后1980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有24%的夫妻 是属于丈夫比妻子的学历高 22%的夫妻呢是属于妻子比丈夫的学历高 但是到了2010年左右结婚的夫妻里面 这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29%的夫妻是属于妻子比丈夫的学历高 只有15%的夫妻是丈夫比妻子的学历高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学历匹配的模式 已经从男高女低变成了女高男低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呀 在中国是个什么情况 对吧 我自己201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 我看了2000年到2008年 中国城市地区的那个初次结婚的情况 然后我发现呢 30岁以上的高学历女性 确实她比20多岁的高学历女性 具有更低的结婚的可能性 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高学历的男性她结婚的时候 她更可能与学历低的女性结婚 但是呢 女性她自己的择偶 并没有随着自己的年龄而出现太大的变化 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韩国啊 日本啊 台湾啊 香港 她们这个女性的未婚比例非常的高 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为什么在东亚地区 在东亚社会里面 特别是高学历女性 她有这么多人不结婚 人口学家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Marriage Package 我把它翻译成婚姻包袱 提出这个概念的论文呢 它主要是用来解释日本的现象 但是我认为它也适用于其他的东亚社会 包括中国 它主要就是说 在东亚或者日本的传统家庭里面 结婚并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很多的事情被捆绑在了一起 一般来说 就是结婚 生孩子 养孩子 照顾年迈的父母 这些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所以呢 婚姻它就成为了一个包裹 甚至是一个包袱 在日本传统的家庭里面 如果夫妻结婚之后 他们想要浪迹天涯 或者说是脱离大家庭 当听客家庭 都是不被社会认可的 会感受到很多的压力 那么而且呢 很多时候 当女性一旦做出结婚的决定了 女性就被期待着要以家庭为重 她们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并且她们要督促 辅导 拼尽全力地帮助孩子 取得学业的成功 我们知道 女性在婚姻之外 已经有了更多的机会了 但是在婚姻之内呢 男性并没有相应地 更多地去参与家务劳动 或者抚养孩子 以前的时候 如果女性不结婚 可能她们也不会有很大的事业 或者经济上面的成就 但是现在呢 对很多亚洲女性而言 她们一旦结婚 可能意味着 她们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或者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的女性 她们就会觉得婚姻对她们来说 失去了吸引力 就是由于高学历的女性 在这种具有传统的性别分工的婚姻中 所获得的回报和效用越来越小 所以很多的高学历女性 她们可能选择推迟 或者放弃结婚 但是呢 在中国城市地区 很多人和媒体 用圣女这样一个歧视性的语言 来描述大领的未婚的高学历女性 圣女这一称谓呢 她忽略了女性选择 何时结婚 或者与谁结婚的自主意愿 因为这一部分女性 她很可能不是被剩下的 而是为了抵制中国婚姻中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而做出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 与其歧视性的 称呼高学历的女性 来贬低她们 与其通过社会压力 去逼她们结婚生孩子 我觉得更有意义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如何地改变社会传统 如何制定完善社会政策 去支持婚姻之外的 更多的家庭形式 说了这么多结婚 下面我就来说说离婚 去年的时候呢 我在上海做采访 然后采访了一个 36岁的单身女性 她跟我说 她说我爸爸妈妈已经不逼婚了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还没结婚呢 我周围的同龄的小伙伴已经离婚了 她爸爸妈妈就觉得 原来结婚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生活的变数还挺多的 我是人口学家嘛 所以我还是给大家先看数据 这个是我从2017年 中国统计年间上找到的数据 红色的线呢 表示的是每年的结婚登记数量 是以万位当位 蓝色的线呢 是每年的离婚数量 也是以万位当位 对于结婚数量来说 从1985年831万增加到了2016年的1143万 大概也就增加了37 38左右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蓝线 中国的离婚数量从1985年的46万增加到了2016年的416万 大概翻了8倍左右 我还找到了北京和上海的数据 我们看到在北京呢 每年的离婚数量 也是从1990年的1.47万 上升到了2016年的10.58万 大概呢是增加了6倍左右 上海呢是从1990年的1.64万 增加到了2016年的8.26万 也是上升了 翻了大概4倍左右 而且我们注意到 如果我们说这个结婚的这个趋势 它是平稳的 波动的 甚至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离婚呢 它是近几年来是处于直线上升的状态 所以对于北京和上海来看 到了2016年的时候 每年的离婚数已经快赶上每年的结婚数了 那么呢大家可能就想 那怎么样才能够减小离婚的风险呢 我呢就基于以往的研究给大家提供几点 供大家参考 其实很多的研究表明就是说 很年轻的结婚年龄它是预测离婚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因为年轻人他往往对自己的认知不足 而且呢他们往往对自己未来另一半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错误的预期 而且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成年特征 还没有显现 所以随着双方变成熟的过程 我们很难从一开始就选出一个和自己很适合的伴侣来 我自己回想一下就是 从我没有读博士到现在 我觉得我自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预测不到的 然后呢美国的研究其实发现 推迟结婚是获得稳定婚姻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 学者认为呢就是那些结婚比较晚的人 他通常比较成熟 而且较少的呢 做出那些选择配偶上的错误判断 并且他们也更能够应对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当然了这个研究是美国研究 我们在中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还需要本土的研究 但是至少这个研究启示我们 与其着急踏入婚姻 不如先让自己变得成熟一点 弄清楚我是谁 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配偶 再做出婚姻的决定 另外呢有研究认为 其实就是说婚姻的稳定程度 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有征兆了 结婚选我爱的人还是选爱我的人 这是大家都争论的一个话题 如果有选择的话 一个持续14年的美国研究呢 他讨论了恋爱时男女双方对爱的程度 还有结婚可能性的分歧程度 与日后他们离婚的关系 然后他们发现呢 其实恋爱时彼此双方爱的程度差不多 然后对感情的未来走向 有着比较一致的预期 反而会提高日后婚姻的稳定性 他们在解释他们的结果的时候呢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shared reality 共享现实 我们都知道啊 很多人说爱情是盲目的 在恋爱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会 很多时候会极力地表现自己 掩饰自己的缺点 对吧 然后有时候会自欺欺人 忽略对方的劣根性 但是婚姻理论呢 就比较实际了 我们说婚姻就是一个幻想破灭的过程 恋爱的时候 瞎了眼产生的想法 一旦结婚了 都会被更接近现实的感受所代替 所以呢 那些在恋爱的时候 就对爱啊 对他们的感情的走向 有着比较一致的想法和预期 还有判断的夫妻呢 其实这些比较一致的想法 为他们日后的婚姻生活 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那怎么样才能建立这种共享现实呢 然后其实研究发现 就是说花时间在一起 并且能够坦诚地聊他们感情的情侣 他们是更能够对自己的感情 对未来的发展 形成比较一致的判断和体验 我们知道人的想法呀 我们的经历 以及这个感情本身 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这种共享现实 只有通过沟通来获得和维系 从而提高婚姻的稳定性 说了离婚 下面我就来说一点积极的 如何让婚姻更美满 这里要回到我们最开始谈的婚姻三阶段 在制度化阶段的时期呢 我们说婚姻主要满足的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提供住所 提供食物 帮助我们免于外界的侵害 到了陪伴式婚姻的阶段呢 由于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已经可以在婚姻之外获得了 所以夫妻们更多关注的是 那些中层次的需求 比如说爱 被爱 体验浪漫的激情 到了个人化婚姻的阶段呢 人们想在婚姻中追求的是 他们比较高层次的需求 也就是比如说自我实现 表达自我 或者说是获得尊重等 我们可以把为什么结婚 和心理学上著名的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起来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呢 我们可以把婚姻想象成登山 大家如果去过西藏的话 都会知道就是我们登的山越高 我们会觉得呼吸越困难 每呼吸一口 能够给我们供的氧气越少 所以当我们想象 我们如果在婚姻中 想达到马斯洛需求层次之山的顶端 那么我们为婚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就越来越少地能够为婚姻供养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如果一个妻子 她对丈夫的要求 只是满足她温饱的需求 那么其实丈夫很容易满足 这种不会因人而异的需求 但是如果妻子要求的是 丈夫能够满足她自我实现的需求 每个人对自我实现的定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丈夫花很多的时间 去和自己的妻子交流 去倾听 去帮助她 但是现代社会什么情况 现代社会呢 我们工作压力变大了 生孩子养孩子压力也很大 我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能够在一起 如果夫妻之间有时间在一起 我们常常说 夫妻之间最常见的相处模式就是 坐在一起各自玩各自的手机 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对婚姻的这种要求 需求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呢 我们其实花更少的时间和伴侣去交流 去诉说自己的需求 比较个人化的需求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如果把婚姻想象成登山的话 我们由于就是想要登到山顶 本来就是越来越难的 但是呢 我们反而越来越认真的去呼吸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在婚姻里面 常常有一种这种窒息的感觉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才能够减少 这种在婚姻中的窒息感呢 今年情人节的时候 美国著名的婚姻研究专家 Stephanie Koons 她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 叫做 如何让婚姻更美满 像一个单身人士一样的生活 她在文章里面写到呢 说随着人们推迟结婚 离婚率增加 还有平均寿命的延长 我们其实越来越多的时间 是在婚姻之外度过的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的是 如何成功地经营自己的单身生活 而且呢 这种技能 它不仅是有益于那些 没有结过婚的人 它对你的亲密关系 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有研究显示 很多人离婚散老了之后 就觉得仿佛是世界末日了 但是呢 其实这个时候经历了很多问题 并非是由于这种婚姻结束 而是这一部分人 他曾经过度地依赖自己的配偶 于是呢 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圈子 或者说是自力更生的能力 然后研究发现 其实那些有着牢固有益的单身老人 无论他们是否结过婚 他们都和已婚的人士 一样幸福地健康 友谊呢 还会有益于夫妻 比如说 婚姻幸福的妻子 在婚姻中遇到冲突 如果他们能够和好朋友讨论 并且重新看待这些婚姻的问题的话 他们通常会觉得和丈夫更亲近 现代社会呢 人们对配偶的期待要求太高了 总是希望一个人 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 但是其实你是我的一切 并不是幸福婚姻的最佳配方 我的好朋友 上海交通大学的沈阳教授 最近给妙斯夫人公众号 共稿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 我一直觉得爱情 在当代社会被过分强调了 越是依赖越是相爱 越是失去时候就越痛苦 即使白头偕老 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一个人离世 或者一个人独自活着 与其强调如何获得爱情 更紧迫的是应该学习如何独处 这里我想说的是 像单身一样生活 并不是要我们过一种 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是说我们应该学会 享受独处的时光 能够和那些与我们 能够互相帮助 沟通 理解的人 建立很紧密的朋友关系 这呢不仅会让你 而且也会让你的亲密关系 都从中受益 最后的最后 我想说社会变化这么快 社会学家能不能预测一下 婚姻的未来在哪里 美国呢从制度化婚姻 转变到陪伴式婚姻 再到个人化婚姻 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结婚 甚至永远单身 婚姻专家们开始倡导 不要期待配偶 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 要学会独处 并为会吸引其他朋友的关系 同时我们应该理解和接纳 更多元的家庭形式 美国学者呢 曾经预测 婚姻会逐渐消失 但是呢一方面有着制度化的惯性 很多人仍然结婚 但是人们也逐渐意识到 其实婚姻根本没那么重要 最后我想说 愿大家无论结婚与否 都能够积极快乐 坦然地面对人生 谢谢